西南氣流帶來暴雨 田地如同一片汪洋 蔬果爛的爛倒得倒 光8月上旬 台灣農林漁木業 已經損失4億多元 其中農業占比最高 中南部災情慘重 農民心在堂血 很難想像四個多月前 農地還是這幅乾巴巴的景象 水庫更是乾枯見地 但這樣的乾旱或一下雨 就到處淹的情形 恐怕會成為日常 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 根據聯合國最新氣候變遷報告表示 在最惡劣的情況下 21世紀末的台灣 夏天將會長達7個月 目前的這個夏季的長度 大概是增加到120天 也就是四個月左右的一個情況 冬天的長度 大概就是縮短到40天 研究團隊以台灣1910 到2020年的平均數據 預估21世紀末最壞情況 高溫達36度以上的天數 會增加約48天 單日最大暴雨強度 也會增強約四成 甚至到了2060年 冬季將會消失 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海平面上升 那未來呢 很預期的 可以很明確的 到2010年 會上升到50公分 那甚至最壞的情況下 會到達一公尺 熱浪發生的機會 也會比往常增加很多 專家特別提到 畜牧業日漸蓬勃 更佔溫室氣體 甲烷中的三成 要阻止全球暖化 這場噩夢 除了綠能減碳 舒適飲食 也將是重要的行動指標 大愛新聞 請問切尾山李建寬台北報導 請問切尾山李建寬